10月22日 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前合伙人列夫·帕纳斯 被判定犯有与竞选财务欺诈有关的6项罪行 最高刑期可达数十年 一个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认定帕纳斯有罪 他们认定他与同谋者一起向俄罗斯支持者募集政治捐款 来换取帮助他们在美国开展大麻生意 帕纳斯是一名乌克兰出生的美国商人 他还被控与朱利安尼的前助手弗鲁曼一起 以一家虚假的公司名义 向共和党和支持特朗普的委员会输送数十万政治捐款 然后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撒谎 2018年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一项投诉中 该案中涉及的一笔32.5万元的捐款首次被注意到 帕纳斯被控的5项罪名中每项刑期最高达5年 第6项向联邦选举委员会伪造记录的罪名 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 共同被告安德烈·库库什金 也被认定犯有两项竞选捐款有关的罪行 库库什金的每项指控都可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 两年前帕纳斯和弗鲁曼在华盛顿地区的一个机场被捕 当时他们准备登上飞往维也纳的航班 他们被捕之际 正值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时任总统特朗普进行调查 帕纳斯仍然面临着与这些指控有关的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诉讼 9月初 朱利安尼的前助手弗鲁曼在纽约联邦法院 对一项非法向外国公民募集竞选捐款的指控认罪 56岁的弗鲁曼承认曾向一名外国公民募集竞选捐款 以帮助他在美国开展大麻生意 他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 但是其认罪协议并没有要求他与政府合作 此案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帕纳斯和弗鲁曼深度参与了朱利安尼 试图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让乌克兰官员调查拜登儿子亨特的黑料 朱利安尼目前仍然在接受刑事调查 检察官需要判定他与乌克兰官员的互动是否意味着他应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但是他并没有被指控参与非法竞选捐款 也没有参与本次纽约的审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